于月节,一,讲到记录第四期,读经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至八节,你们既是无教的面,应当把旧教除静,好使你们成为心团,因为我们于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陷寄了,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,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,只用诚实,真正的无教病。 林前五章七至八节给我们将旧约的一个故事讲清楚了,就是出埃及十二章所记的月节,这里的解释,使我们明白三件事,一,于月节被杀的羔羊,就是基督,二,教,就是恶毒,邪恶,三,因我们的羔羊,就是基督,已经被杀,所以我们也守这节,就是在基督面前守这节。 现在,照出埃及所记,分段来看于月节故事的意思,一到死的定命,十一章四至五节,摩西说,耶和华这样说,约到半夜我必出去,寻行埃及遍地,凡在埃及地,从做宝座的法老,直到模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,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,都必死。 这里的定命,是凡是长子,凡是投生的,都必死。这里的长子,投生的是什么意思呢?我们读林前十五章四十六节,属灵的不在先,属血气的在先,一切属乎亚当的,从亚当生的,就是长子,就是投生的。 神的定命就是他们应当死,罗马五章十二节说,死就临到众人。 西伯来九章二十七节说,按着定命,人人都有一死,这个死,是没有人能逃脱的。 林前十五章二十二节说,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,所以,朋友,死是定规的,没有人能逃脱。 每一个都必须死,这是神的定命,凡是长子,凡是投生的,都要死。 二道从四里分别出来,十一章七节,至于以色列中,无论是人是牲畜,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,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。 在这里,神有他特别拣选的人,就是以色列人。神拣选一般人,一般不必经过死的人,做他自己的百姓。 神也是在全世界拣选一般人,使他们不必经过死。神以色列人从埃及人中分别出来,叫他们不必经过死。 以福索一章四节说,神从创立世界以前,在基督里检选了我们,这真是好的消息。神在这摩多要死的人中间,拣选了一般人,叫他们不必经过死。 深道神的旧法,十二章一至四节,耶和华在埃及的小域摩西亚伦说,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,为一年之首。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,本月初十日,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,一家一只。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,吃不了一只羊羔,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灵舍共取一只。 你们预备羔羔,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。神用何法救人不必经过死呢? 在从前,是用一只羔羔,现在,神是把基督给我们。 全世界只有一个名字,唯独用以称基督的,就是羔羊,人子,之称。 但以理,以西节亦有之。 但从创世纪至启示录,唯独称基督是羔羊。 约翰一章二十九节说,他是神的羔羊。 笔前一章十九节说,他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垫无的羔羊之血,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说,他是被杀之羔羊。 圣经各处,都是把基督当作羔羊看。 从前以色列人是靠羊羔得救,现在的人是靠基督得救。 神何以要他们以本月为正月,为一年之首呢? 这里是深有意思的。 八月不算,九月不算,二月不算,四月不算,一年之内的许多月都不算,乃是以本月为正月,为一年之首日。 这个告诉我们,凡未得救者,在他未得救以前的岁月,都算不得数。 无论他是四十岁也好,五十岁也好,只因他没有得救,他的岁数在神面前就算不得数。 他所有岁月都是空的,神是以本月为一年之首,人何时得救,就何时是他的本月。 我们的神生命之日,即我们一年之首。 马太二十章葡萄园的比喻,在园主看来,凡未进葡萄园里做工的,都是闲战的人。 这些人,其一无所事呢,不过园主看他们是闲战而已。 未得救的人,在神看来,也是如此。 本月初十日,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,这是逾越节的起头。 主耶稣也正是此日进了耶路撒冷。 主是在于节前六日,即正月初九日到伯大尼,约十二一,第二日,即正月初十日进耶路撒冷的。 约十二十二,从那日起,卖他的犹大,就要找机会把他交给人了。 太二六十六,四,高羊的资格,十二章五节,十三章二节,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,你们或从绵羊离取,或从山羊离取,都可以。 以色列中凡投生的,无论是人是牲畜,都是我的,要分别为圣归我。 高羊最重要的资格,就是无残疾,无残疾,就是无罪。 世人所以不能做救主,是因世人都有罪。 他有罪,我有罪,所以他不能救我。 他该死,我该死,所以他不能救我。 主耶稣真是没有残疾的。 他自己说,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? 约八四十六,此一语,世界有史以来,只有主耶稣一人敢说。 二千年之久,只有人因主耶稣的无抵抗等等,而说他太好,没有人说他太坏的。 希伯来七章二十六节说他是远离罪人的。 第二要点,必须是投生的。 神所杀的是投生的,所以神也用投生的救投生的。 主耶稣是投生的儿子。 路二七,他是无暇无次的救主。 笔前一十九,五道羔羊的死,十二章六节,要留到本月十四日,在黄昏的时候,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。 这是最要紧的一点,我们有罪的人,需要一位救主来救我们。 但是,主如果不死,我们就是能在当日与他面对面线他听他,我们还是要沉沦。 我们就是能在今日与他面对面线他听他,我们仍是有祸的。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,他必须死,才能救我们脱离死。 高阳是留到本月十四日,在黄昏的时候杀的,主也是留到正月十四日死的,并且连终点都不错。 马太二十七章四十五节说,从五正到深处,遍地都黑暗了。 黄昏的时候,一级介乎两个晚上之间,这是犹太人的一种语气。 犹太人著名的史加约瑟夫说,黄昏,即罗马第六点到第九点的时间,就是我国的五正道深处。 主在这个时间被盯,天就黑了,直到气短。 谁杀这羔羊呢? 以色列全会众,这里有极大的预表。 祭司,预表教会,十二支派,预表列国地上的人,会众,预表所有的人类。 挪亚时代,将全世界的人,分为陕,韩,雅夫三支派。 主被盯之日,有犹太人到陕族,罗马人到雅夫族,古利奈人西门到韩族在那里。 全人类在那里,主在全人类面前做了一个见证,他是死了。 罗马王尼罗在位时,他的户口表里说,那次到耶路撒冷的,有三百万人之多。 主是在那魔多的人面前死了。 羊羔的骨头,一根也不可折断。 除十二四十六,这个主耶稣也应验了。 约翰十九章三十六节说,这此些成了,唯要应验经上的话说,他的骨头,一根也不可折断。 在这里,有一最稀奇的事。 主怎能成异于月节的羔羊呢? 据他尔玛特的记载说,在圣殿被毁前四十年,集主被盯监一年,罗马皇帝才颁一法令,禁止用石头砍死人。 用石头砍人,人的骨头就要碎了。 犹太人是用石头砍死人,罗马人是用十字架钉死人。 当比拉多命由,太人按照自己的律法审问主时,犹太人打以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,约十八三十一,这也是一个证据。 主是说他要被钉死,不是被打死。 不然,主就不能坐于月节的羔羊了。 录道图写十二章七节,二十二至二十三节,各家要取点写,图在赤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。 拿一把牛西草、战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,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。 因为耶和华要寻行击杀埃及人,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,就必越过那门,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 涂血是最要紧的一点。 主死了,维什摩还有那么多的罪人仍然沉沦呢,只有一个缘故,他们没有涂血。 血如何涂法呢?是涂在门楣上和左右门框上,并且留在盆里,就是上下左右都有了血。 十字架是四面都达到的,是上下左右都达到的,必须从血经过,才能得救,必须从血经过,才能望天。 牛膝草是顶小的草,王上四三十三,在新约里,也说到一件东西是顶小的,就是芥菜种,芥菜种是比喻我们的信心。 有了血,必须用牛膝草涂,有了血,也必须用信心接受。 虽然信心是小,但是,总得用这顶小顶小的草来涂血。 神对这血,如何说法呢?神是说我一见这血,就越过你们去,这是很要紧的话。 这里的我,是神自己。 逾越的意思,就是神看见这血,就越过去。 不是图的人看见这血,乃是神看见这血。 你不会看见这血有何等的价值。 你是在门里,血是在门外。 不是你能看见,神不给你看见,你就是用信心。 你虽然绝不得,看不见,你只相信就好了。 是神看见血,要紧的是涂了血没有,如果涂了血,就不必再忧愁了。 有一次,穆迪先生同一人谈道,告诉他如果相信主耶稣,就得救了。 但是,他一直怕就是信了还是沉沦。 他们二人说了很长的时候,临别时,穆迪先生就对他说, 你想看,洪水时,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,是不是一直的发抖怕传尘呢? 他说,他们若是这样,就再笨没有了。 穆迪先生说,你就是这样的人。 他立刻明白了,就欢欢喜喜地走了。 是神看见血,不是长子看见血。 神看见血,就越过去,不是看你怎样好就越过去。 得救不得救,只在乎你信了基督没有,神看见血,就越过去。 无论你如何好,就是好到像基督一样,若没有血,神的定规还是死。 羔羊死,你就得以不死,羔羊不死,你就要死。 无论你如何好,你如果未信血,你不能得救。 神不看你的好坏,神只看羔羊的血。 除血以外,没有能救我们的,血是在神和人中间的。 我们有罪,我们必定有死,若不喜欢死,就得除去死。 如何除去死呢?就是靠着羔羊的死为我们的死,我们就不必死了。 人只能死一次,不能死两次。 死只找人一次,不会找人两次。 我死过了,死就不能再找我了。 不是羔羊死,就是儿子死,不是基督死,就是你死。 你的罪,已经有一个死,死在基督身上了,这就是救恩。 救恩的根基,就是在乎基督为我们死,我们仰望他吧。 1930年6月6日于上海。